蔬食店布條上頭寫著 附近的麥當勞收攤了 要大家改到這裡吃薯條 看起來像是一般行銷手法 但卻有人看了 各有解讀 過布條的摩斯漢堡 就位於高雄的三民區 原來對接賣場內的麥當勞 最近側跪 業者稱機攬客 但照片被放到網路 立刻引發討論 原來除了有人驚覺 麥當勞收攤 而且還不止一間 更有人說出 曾經已久的都市傳說 懷疑是當初 摩斯在賣場內的位置被搶走 到了現在還在記仇 才會趁機做活動調侃 麥當勞的位置 現在變成了炸雞店 而賣場資深員工 私下證實 摩斯確實曾進駐過 不過我們向摩斯總部 求證布條用意 業者以各店的行銷活動為由 不願回應 至於麥當勞為何收攤 業者也發出聲明澄清 聲明開頭就說 是為了積極展店 太弱換牆 因此今年展店19間 關了18間 但未來以大全備為主 就是各種服務 加上得來速 重點是 還會持續成長 同樣在高雄市 大順路的一間麥當勞 才剛開幕不久 就再度施工 一問之下 果然 但不管什麼原因 兩家速食店在網路引發話題 也意外創造聲量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